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 Engadget Update 我們現在是逢星期一晚上的10時 在Facebook和YouTube上播出 請大家記得在下面留言區和我們互動一下 告訴我們最近你搞甚麼或是玩甚麼新玩意 今天Eric決定和大家探討一下話題 到底手機是要甚麼尺寸才對呢? 這件事其實很見仁見智 但對於我們尤其是香港市場來說 大家都可能有某一個選擇 但既然來到2021年 應該是一、兩年 都開始多了不同型態的機器 尤其是Foldable的機器 是時候再研究一下 到底怎樣是一個合理的尺寸 或者是甚麼形態才最適合用呢? 沒錯 其實我們尤其是試開手機 試了這麼多部 大大小小的 摺得不摺得的 都有試過的 希望我們自己用開這麼多部機 自己有甚麼感覺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也可以歡迎在樓下的留言區 跟大家說 我喜歡大手機 為甚麼呢? 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或是小手機可以輕易放入褲袋 我今天找了七、八部 加上Richard有兩部 十部 是完全不同尺寸 不同比例 基本上都可以滿足大家 對於不同尺寸的手機 到底有甚麼手感的感覺 或者可能滿足的都有缺陷 一會再說 對 我想缺陷也可能會有很多 好 台面 我們首先說自己用開的一部 其實我自己是用開iPhone 12 Pro Max 這個其實都算是市面上 現在買到一部比較大部 和重的一個機型 它那個螢幕就會是6.7吋大 再加上其實它也挺重的 有226g 所以拿上手 一來重 二來 現在很多的手機殼 為了保護性 再蓋上去 我想 加好幾個厘米 對 後幾個厘米 又再重多十幾二十克 令到其實我自己是不太喜歡這個尺寸和重量 但是你又被迫著用這個 對 因為現在很多手機廠 會故意在大機上才會有好一點的功能 的確 或者一些比較 尤其是5G年代 電就很重要 越大的機器自然就有越多的電力可以用到 所以我迫於這個現實的需求 只可以選擇最大的一部 但其實我本身就比較喜歡一些 中間的尺寸 即是未去到mini 但可能12的尺寸 我是比較喜歡一點的 我自己最近都 這兩個月左右 兩三個月就在用OPPO的FINE X3 Pro 因為很多Android機 尤其是旗艦機的螢幕比例 會拉長一點 比iPhone 所以高度來說 是長過iPhone 12 Pro Max 去到163.6mm 但厚度 應該是因為相機的關係 去到8.26mm 更厚過iPhone 12 Pro Max 但重量一定是輕過iPhone 12 Pro Max 193g 以螢幕的尺寸來說 都算是輕便一點 都是那一句 如果以套套用的話 又要再加一點 所以我覺得現在 設計手機的團隊都幾慘 基本上全世界都一定會套電話套用 你自己的手機 怎樣都要再扣多幾mm 才可以符合大家套套後 對口度的要求 其實不只是口度 而是闊度 最重要 我不知道Eric 你本身對單手拿著機 經常 經常要 因為你一隻手拿著東西 多數是一手拿著 其實打字是一個很難的事 如果單手的話 尤其是一部這麼寬的手機 我手指弓也是這麼長 有些外國人可能手更加大 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我的手也不會特別 作為香港的成年男士來說 都算是標準的手的大小 所以有時候我打字的時候 尤其是最邊邊這些 是很難按到的 英文好一點的 可以滑動書 有些勉弦過去 然後他還可以猜到那個字是什麼 但如果中文我用蒼蠍的話 就真的要硬抹到苦口很闊 然後才可以按到最尾的幾個字 蒼蠍做不到這個 反而拼音我都可以用這個 拼音都可以 滑來滑去 這樣輸入方式 為什麼我這樣問你 因為我這部OPPO 我看的尺寸 我闊度是74mm 除了肚子之後 你的iPhone是78.1 即是多了4.1mm 所以你自己都偶爾要試其他不同的 尤其是Android手機 我們轉頭也可以看其他手機尺寸 我比較好奇 你對其他Android手機 尤其是Sony 因為如果說過闊度 Sony是出名最贈身的 因為他拉到最長 到時再探討一下 到底這個單手操作對你來說 是否真的這麼需要 甚至對你來說 是否可以令你完全轉會 好 接著就說完自己用開的手機 其實香港剛剛你說的 我們其實有一個少少的潮流 或者比較多數 就是人們都喜歡大一點的手機 所以Node系列過去幾年 都是一個頗受歡迎的選擇 因為它的螢幕真的很大 雖然現在S系列都可以追上去 但以前講開大螢幕手機 大家一定想到的 就是Galaxy Note 這個都算是最新的 就是Galaxy Note20 Ultra 它的螢幕其實就是6.8吋 它的長度就是161.6mm 剛剛就會高過iPhone 12 Pro Max 它的螢幕也是多了1吋 0.1吋 但是它是輕一點的 就是192g OK 這樣跟Oppo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它拿上手是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機身會比較窄 75.2mm 雖然都是比你的Oppo 我再窄一點 我74mm 但是因為它這些窄邊的 就是這個曲面的機邊的設計 所以其實是令到那個機身可以更加進去手掌肉 那裏 再多一點 你都沒有那麼硬手 可以說是一個錯覺 對 對 對 所以就算單手打字 它拉過去另一邊 那邊的位置 都還可以 都沒有iPhone那麼辛苦 另外它有些S Pen 可以寫的東西 其實用Note的話 比較多就是雙手去用 這個情況就會比較多 所以在Note上面 我都很少說單手打字很辛苦 因為多數是真的把筆拿出來寫東西 其實如果Samsung把筆拿走的話 會再扣多幾gram 即是其實 部機本身 如果沒有筆的功能 其實是更加 怎麼說 Samsung這幾年來做大螢幕機 在重量的控制方面 是真的領先過大部分廠 其實你就算拿上手 都不會覺得部機很聚 所以在大螢幕來說 如果它能控制到 部機不算特別重的話 其實我覺得 都是有一個優勢 在上面 所以市場上 Note才會變成Samsung其中一個 很主要的設置 雖然現在就慢慢 好像人們開始說 沒有Note的存在 但如果跟S21 Ultra比較 大概相差幾遠 S21的話 因為Erin找到數據的時候 我們再講一下 Samsung到現在 Note系列 還有沒有發展下去 都好像沒有一個確實答案 甚至乎早幾天又傳話 好像又看到新的Note機的蹤影 到底可信性高不高 就真的不知道 但他們可能的說法 其實大家都知道 SIA Ultra 你都可以配合一支 可能只用最新的S-Pen 就可以用回 你當然要買一個特殊套 給你可以插一支筆 放在旁邊 因為機身沒有洞 不像Note系列 讓你可以插一支筆進去 但你用的S-Pen 就可以用回一個 跟普通筆尺寸一樣 插起來比較方便 剛剛找到一些資料 對於S21 Ultra 即是比較新的那部 最大的 S21 Ultra會去到227克 是會再重一點 而且是更大一點 165mm長度 長多4mm 即是這裡再多一點 然後它亦是更厚一點 始終S21 Ultra有一個很大的鏡頭棒 是8.9mm厚的 嘩!由這個8.3mm到8.9mm 那部是更重 更大一點 所以其實當時兩部 直接比較 Ultra算是比較輕手 知不知道這個闊度 我比較好看 闊度是75.6mm 那又跟Note20 Ultra差不多 差不多 相差0.4mm 即是想知道S21 Ultra 就是三位 都是大塊一點 其實拿上手也挺腫的 整塊磁 所以這個Ultra 我覺得應該是近年 比較漂亮的一部 大螢幕手機 即是大螢幕手機 大螢幕手機 又拿上手 應該相對舒服 沒錯 如果只說我們手上那麼多部 但看數字 Oppo 就可能再好一點 其實應該差不多 不相百中 甚至闊度 Oppo 再少於1.5mm 無論如何 這三、四部 就是最大 近年比較大 即是買到的 即是以前更大 其實我有一部很喜歡的 叫做Xperia Z Ultra 那部是更大 但做到很薄 當時是很正的機器 更薄 機身口道比原筆更少 當時的賣點就是這樣 我們手上沒有 找一些比較新的機器 跟大家說 講完最大 就是最小 現在的Android手機 除了入門機之外 入門機可能會出一些便宜 但說回性能 應該大家會想起 iPhone 12mini 還有SE 當然華碩都有 出了一部Sanphone 8mini 但我沒有寫 不是mini 而是Sanphone 8 大那部就叫Sanphone 8 Flip 小的就是Sanphone 8 賣點直接做了一個小的旗艦機 它不是中間 而是旗艦機 當然跟iPhone最新一樣 處理器一樣 都是旗艦級的 如果看看尺寸的話 華碩5.9吋 重量169g 169g 這就很重 因為SE都是148g iPhone 12mini 133g OK Sanphone 可能電池 差不多 高長度148mm 先說一部Sanphone 8 148mm 然後寬度是68.5mm 148mm 又大很多 是嗎 大很多 它好像特地做到 介乎iPhone 12mini 和iPhone 12中間 到底Android世界 有多少人需要小機呢 不像 因為你看回Sony Sony又沒有再做小機 再搭一個小一點的螢幕 去做一個招來 但做了三四年 就沒有了 其實我會比較好奇 到底他們出這個小機之後 的反應如何 我出街見 就真的見Flip 或者是上一代 總之兩代的樣子很像 有Flip camera 那隻機是比較多的 反而很小的那部 坦白說 在街上還未見到 是否認不到 不是 很容易認 一來這麼小的 二來相機是這樣的形狀 很難認不到 你一拿出來就肯定是見到的 不過我會很恐懼 真真正正有人用 應該是iPhone SE 這個我朋友也有自己買的 原因是因為它小 一來 還有它便宜 還有一個重點 指紋變形 是呀 Touch ID 戴著口罩 這個時代Touch ID 真的是大家很想要的功能 Android萬歲 對 好了 然後 小的iPhone 其實都是市場上其中一個 經常都有人說 很想要很想要 但實際多不多人用呢 我自己又 又是 又很有懷疑 對 因為也有不少新聞 就是 Mini的iPhone 銷量是沒有那麼好的 都是繼續 Pro Max 那些銷量比較好 所以對於這些 四寸五寸 上下的一些 細手機到底大家 是否真的這麼喜歡呢 一手去整個圈 當然沒有問題 是 但是 相對上 就是那些字 或者一些圖片 全部都會小一個碼 沒錯 看來其實我自己 是覺得有點辛苦 尤其是打字 是Typo 的機會是大很多 雖然iPhone的鍵盤都算不錯 是 但是也有機會是會按住旁邊的按鈕 因為大家習慣了大 我記得以前用最初代的 就算第一部iPhone到iPhone4 我記得那時候相比現在現代的螢幕 一些虛擬鍵盤 是小那麼多的情況下都打得很準 是啊 其實iPhone的鍵盤準確度 在手機上來說 我覺得是不錯的 是 但是其實我自己 可能按那個手法 或者自己個人體驗 就有機會會按錯 即是不多 都不知道是不是懶了 還是退化了 可能是 我以前是比較準確的 真的有可能 或者可能現在一直進化下來 那些algorithm 又改了少許之類 其他事情就很難再說了 反而我想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觀眾問一下大家 到底你自己 或者你身邊有沒有人 是真的特意去用這個小機 有沒有人特意去買iPhone12 mini 或者可能Sandphone8 或者其他可能舊少少的小的智能電話 麻煩你們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我們做一個調查 嘩 這樣比較小到一個點 太誇張了 這個大小的比例 所以其實最大 我覺得太重了很難用 太小看東西又不方便 太大太小都是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所以我們又可以看看其他設計比例的 都好 一些手機 再來就是比較窄身 最窄的機器是怎樣的 Sony 這個就是剛剛Richard也提到 Xperia 1的系列 這個就是前一代Xperia 5 Mark II Mark III 香港暫時未有 這個就是新的 就是Xperia 1 Mark III 他們用一個超級長的21比9的比例 這個21比9的比例 其實是大家去看電影的銀幕長比例 他看上去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小的 一定 你本身物理上真的比較窄 你Xperia 1 Mark III 你覺得是否是好事 先撇除看字 因為物理上真的比較小 而導致字小了 可能看字比較辛苦 但是平時操作 普通操作方面 你覺得是否真的對你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增加 還是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它窄了 在它聲稱都有6.5吋的螢幕上 是比較舒服 可以看到 可以剛剛敷著機器 有一點像Mini的感覺 但是它的螢幕長了 它的螢幕長了 它的螢幕長了 所以它的螢幕長了 會變成大一點 可以錄一點 吋一點 吋一點 所以在打字上 它依然單手打字的感覺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很舒服地打整個鍵盤闊度的字 所以平時看網頁 也可以很舒服地看完 因為它的長度夠長 所以整個頁面就可以出到多幾篇的新聞 在我看內容之前 我就可以看多幾個圖文 主要是看圖文 看完圖文 就是一篇文 一篇大照 然後下面一堆字 你就會看到 好像整個螢幕都出了所有的內容 但是你又發覺 有少少類似細機的問題 就是它的字圖片 偏小 物質地放在很長的螢幕上 這個就結合了大螢幕 看得多東西 但是也有小螢幕的那種少少的懷處 它比較複雜 使用感覺 起碼它事實上還是闊過iPhone 因為iPhone SE再闊過iPhone 12 mini 可能是在大螢幕和相機的疊度 即是單手操作的感受 取得一個平衡 我覺得也是 所以我試的時候 都覺得整個相機很好用 操作時都是順心的 在Android機上來說 不會像很隨手 或者按鍵要按得很辛苦 還未講重量 你的Xperia 1 III是186g 算是輕的 尤其是大螢幕來說 六吋級的手機 都說了 因為它太長 對,長 螢幕的幾個尺寸 就是對角線 一邊對角線到另一邊 所以長一點 這隻21-9的比例 它是有灌水的嫌疑 應該是對應什麼 最重要是對應手機的寬度 機身寬度 現在71mm來說 可能對應 可能有點像我的OPPO 因為OPPO 是比較窄的比例 即是Xperia 它也是在說6.5吋 其實我這個6.7吋 可能是大一點 對 可能你一個是22-23-9之類的 對 但都是一些比較窄的 至少不像以前用16-9的那種螢幕比例 我們稍後會有機可以示範 好 現在要用一部16-9的劇集 其實是小的 有 前面有一部 但稍後再說 對,那一部 正 大、小、窄 都說了 寬度 我猜到最後 現在就流行一些大變細 變形金剛 變的一些手機的形態 這個就是非常細 非常細 非常細的 Flip 3 是最新的 大家等我 幸好你不是穿黑色衣服 因為很瘋了 這部機器 也是一樣說 這個叫做6.7吋 你看不出有6.7吋 因為打開之後 它同樣都是一個比較窄長的比例 它是22.9的一個比例 是Sony的朋友 對,是Sony的朋友 差1 就是比例的差1 所以你再拍上去 你會看到 整部 Sony 3 和Xperia 1 III 是可以重疊了 所以用在手感 會覺得 單手可以用到 而收起來的時候 也不需要一支遙控器 插在褲袋 就可以摺起來 Sony應該找一些專門設計庫的公司 做一個合作 對,做一個深一點的褲袋 Anyway, sorry off track 現在摺起來 如果長度大概會對半 由以前166mm 那麼長 然後一摺下去就會是86.4mm 當然 比在場這幾部機 都要短一點 比較容易收起來 我覺得 可能在機器越來越大之後 另一個走向 就開始可以將整部機的Sony Vector 對半 摺下去 就可以在收納方面 就有一點優勢 當然它的重量 其實都不會特別太重 就是183g 以6吋級的手機來說 不過我比較好奇 續航力是怎樣 它的續航力就是3300mAh的電池 在5G的時代 其實是有點紛的 大半天就已經燒光了 而且它用旗艦級處理器 X888 所以又變了 又要再想一步 就是這些機器變小了之後 續航力、效能 甚至再說一句 在Android上 散熱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希望那些手機設計 真的要想清楚如何處理 好 另一個就是 本身都幾大部 再變更加大部 就是Fold3 這個也是我們之前 在… 很新 對 在我們節目都有拿出來給大家看 它也是一部… 就這樣打開 我們就叫做7.6吋 OK 你聽起來的7.6吋 好像比我們平時其他iPhone 或者OPPO那些 不是大很多 只是大一吋 但其實因為它是用了一個闊比例的螢幕 對 所以實際你看到裡面的畫面 就會是多很多的 你可以形容為兩部手機 拍在一起 因為它真的是兩邊的螢幕 雖然它是同一片 當然它的重量就會變成重一點 就是271g 就算是在座上面比較重 最新這代來說一定重 但這個Fold3的問題就是會變得很厚 因為它接起來也是一個正常 長尺寸的手機的一個形態 雖然它的特性就是可以變成一個小平板 所以我… 其實我… 藍士都是代一褲袋 所以我覺得都是… 差一點的 因為都會很聚著 褲袋 好像男士們會引起誤會 有沒有試過 有些東西 不要緊 可能都… 因為現在少出街 我又想問一下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你是否已經用一個Foldable電話 還是之前用過 但最後還是要回頭 還是現在考慮 可能是時候去試一部最新的Foldable 包括Samsung這兩部最新的Flip3 一個就是Fold3 兩部都是3 好 變形電話 講完了 其實大又講 細又講了 紮身講了 大變細細變大 亦都講了 最後呢 因為我早幾天找到一個寶貝 一個寶藏 一個寶貝 一個怪物 Eric直接說他 這個就是 Red Hydrogen One 這部真是很少見 很罕有 至少在香港罕有 或者應該是一個很難得找到 一個保持得這麼完美的一部機 因為這一部是2018年當時宣布的 但是拖了很久 2019年才出 最後Red這間公司 直接放棄了手機 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是他們做開專貨拍電影的 數碼攝錄機 我在想有什麼電影 好像《The Hobbit》那些 你看起來是很銳色的 很漂亮的 很大機會是用Red 他們自己宣傳都很賣力地 告訴大家 哪一部電影在用他們 當時他們的想法 就是可以出賣一些模組 一些大感應器的模組 給你拍在後面 有些像Motorola的概念 用後面的這些點點來做一個connection 當然最後整件事沒有了 但另一個賣點 就是他做一個3D相機 這裡看起來好像很普通 雖然有兩個鏡頭 但嚴格來說 其實是一配的3D相機 你用這個打橫拍 就可以開一個3D模式 這裡很難看到 不小心按了拍照按鈕 你這裡未必看到 就是你這裡看到一個3D效果出來 拍完之後 這個叫裸眼 裸眼3D 就不用戴3D眼鏡 就看到一個3D效果出來 Anyway 最後整件事都是不成功 有些可惜 但是現在我找到一部 都是一個值得收藏的一部機 進入整體 這個螢幕是16比9 5.7吋的WQHD 解像度 所以都是Sharp 重量 因為這部應該是鈦合金版本 原本是292g 即是重 但我昨晚量度過 是280多 差幾g 不知道 其實算了 因為它之後調校過 之後 都可能有些出入 它普通版本是鋁合金 它說是263g 但都是偏重 即是接近三星的Galaxy Fold3 的重量 就是一部機 你看得出它這麼重 金屬的設計 就知道為什麼 這個闊度是85.7mm 可能是最出的部分 所以 整件事也是很誇張 但是 你一拿上手 被人看到 就知道 一看就能拍出 這部怪獸 是什麼會事 無論如何 展示完了 非常之大部 很闊 應該是幾年前 大螢幕機的標準 非常闊 另外我想起Razer Phone Razer Phone 2 那些都是很大 不排除底部 可能是有共用資源 我不知道他們找哪間ODM 但是有人跟我說 好像是有少少少DNA的關係 是 為什麼現在的手機 去到一個位置 就好像很像樣 就是因為 我想廠商都 已經去到 大家都找到一個 甜蜜地方 大概 我要出到這個大小 所以真的要有差不多的窄身程度 才可以用得比較舒服 剛剛我一拿起上手 這個16-9的螢幕 它其實真的很闊 很闊 打字是一定要兩隻手 那重呢 重呢 也是很明顯有那種重量感 拿到上手 雖然它說泰金屬出名已經輕 但是它應該裡面的表面很厲害 不是啊 它泰金屬版是比鋁金屬版重 不知道為何 不知道 不知道 猜不到 不知道 但是它上面有很多這些 碳纖維的感覺 有多特別 還有這些波浪型的Grip 握手的位置 一支槍的手柄 聲稱是人體工學 他們這樣說 不知道 只有樣子 有沒有覺得幫到手拿得穩陣一點 沒有啊 覺得男人一點 覺得男人一點 你還要想一下 它設計的時候 是預理會拍攝一些模組件在後面 所以 可能你打橫握 可能有幫助 這樣會卡住手 對 因為它旁邊還有這些一行行的東西 做到這些防滑的功能 是的 但是沒有 它的設計方向就是 讓你當作高級攝影器材 所以這個就是 對 有一點點離題 跟我們今天說這些 就是沒有了 我想大家的Sweet Sport 已經去到 可能闊到 起碼Android機來說 是74至75mm 是6.7吋範圍 如果這樣的比例來說 重量最好是沒有超過200g iPhone這方面 其實很明顯 Android廠商 每個人都是針對iPhone的設計 然後再輕輕一點 扎身一點 這樣 是 很多都是這樣 唯一的外表就是 Samsung的Galaxy S21 Ultra 對 那真的很大塊 對 所以 這些也很因應螢幕製造商 我想很多東西都是給它們 都是限制了 對 因為現在都要做全面屏 即是你不能夠 一些人還要像以前那樣 加上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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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機器更大更闊 所以都是 都看各種零件 現在進去到那個技術 是出到什麼的比例 沒錯 才是再決定到機器本身的方法 所以每個人都是這樣 每個人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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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每個人都是追求的 我們說了這麼多種不同尺寸 不同的組合之後 如果大家心目中有些 你認為最適合你用的尺寸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和我們分享一下 讓我們知道 到底你是否喜歡大機 還是你想回到細機的年代 很歡迎大家和我們講一下你的心事 今天時間應該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 晚上10時 和大家engadget update 拜拜 我們下星期八點 不到會嗎 ualあ j